爱哥哥 朕霞妹妹 你就别难过了 不远是要到府上调研的 可是被贝勒爷给拦下 我知道小二和林姑娘最要好 前几天听到信 一时整天的哭个没完 到了那边 我真怕她苦死了 不如缓一缓 其实不必去吊咽 林妹妹没死 可我等了她好几天了 她也不回来 很怕她出这趟远门会走错了路 秦兄弟 府上来报信的人说 别听他们的 我和林妹妹有约定 林妹妹不会死的 他们不知道 所以说林妹妹死了 那 那林姐姐会在哪儿呢 你先坐 我想过了 若是寻常的迷路 总能摸索着找回来的 可我就怕她去了不该去的地方 若是寻常的 有了 我可就要 你再回来 若是 若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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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打赏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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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对面主板被 TOMUKUH 听没听my day 对 你倒好 还得顺着她 就得顺着她才好 林姑娘已经死了 这个事实她接受不了 所以才会生出这个妄念 这个妄念不出的话 谁说什么她都不会相信的 所以啊 她要戏班子 给她 她要演戏 也由着她 一旦她该做的都做了 林姑娘还是不见回来 她才会真正地死心 她现在对她的女生 让我带她的女生 在我们老婆里的夜房 在我真正地找 wir 这个地久 上下来 让恢复 因为她都傻了 她的男人 屈子 就她在这儿 结果 我 happened 她是 你们早点 来 不然我先来 男人 书 这不是林冠吗 这女鬼倒有几分也能在一空间了好当的一剑体 这是奇观 她演的不是柳梦梅吗 二叔 这人公干了 李基睿 二爺 他真个走错了路 二叔 好 真好 真好 我听贝勒爷说 二叔想让我们 去咱家府场过场 是 有劳齐官 有劳邻官 有劳各位老板 咱们家园子 也有个离香院 排戏 吃住 都不成问题 二爷 咱们知道 是 那原是你老家呀 请贝勒爷安 请少奶奶安 双二姐姐怎么过来了 二爷 不用问我为什么来 是太太着急了 怕二爷累着 让我带着轿子来接二爷 那感情好 不知来了多少轿子 可装得下这许多老板吗 这可没想到 二爷 你要他们 跟咱们回去啊 我看你 你别吹心妄想 我只带了一顶轿子来 我只带了一顶轿子来 秦兄弟 是跟你开玩笑的 秦兄弟 你想想看 在我这里 还能够缺轿子不成吗 这样 你就 去准备一下 回头我请秦兄弟用过饭 你们就跟他一起走 一起走 一起走 不想打电话 等你 叫他 这是 你 二爷的读道 如何能改得有道理 二爷的话 真叫咱们不懂了 听得懂 听得懂 在座诸位都能听懂 这系里的杜丽娘 在梦中与情人忧惠 殷春感情 欲秋成恨 偷妻密约 结成秦剑 这在儒家未到事那里 那是不守人伦之罪 把那个情字给打杀了 这才是正当 然此句 却反其道而行之 杜丽娘和她的情人情思梦里 为她缠绵枕席 即便埋骨幽权 仍是一铃咬住 追寻不已 所以此句才有了名判一辙 让那杜丽娘 虽误入冥界 却又被阎王爷给放生了 那阎王爷为何要这么做 起初 那阎王爷瞅着杜丽娘 觉得她不像是个女鬼 于是 让杜丽娘家后花园的花神前来问讯 杜丽娘家后花园的花神前来问讯 疾惟 这女子 乃木色而亡 阎王爷听了这话 虽然惊奇 也就信了 于是呢 放他还阳 与梦中情人去完婚 放吹只晒 只去你帮月一线 向天的白 一人已昏迫起来 感受到那不管心 如此可见 这阎王倒还真是个 有情有义的 若他也是个味道士 这阎王倒还真是个 这阎王倒还真是个 自似汪洋 若有维傲 未存天理 先灭人欲 那这出戏就没了 所以说这戏呀 以情隔离 却是此具之魂 可见 你不去住心房 先是住萧玉馆 如今又要搬回依弘院去住 还把这关闭多时的离香院给开了 要排什么鬼戏 你这还不是胡闹吗 母亲 你有所不知 林妹妹她没有死 她是去 住口 我知道 你这还不是胡闹吗 母亲 母亲 minority 父亲 父亲 母亲 父亲 父亲 母亲 父亲 母亲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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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冲 宝琴 我知道 你在这里排演此戏 是要疏解 心头的玉姬之气 林妹妹死了 她没 死了 就是死了 人死不能复生 这一点 太太比咱们都看得明白 你也不能总是这么固执 老实林妹妹林妹妹的 你我新婚 你却总是为他人用情 你让我情何以堪 母亲生你的气 大抵倒是为了我这个儿媳不平 希望你能懂点事 可是 你要用排戏的法子 来疏解心头的玉姬之气 这对缓解你的病情也是有好处的 其实你只要把这好处 向太太说清楚了 太太又如何能不准你排戏 太太 宝琴向李王府的贝勒爷 借了戏班子来排戏 其实就是为了这个 她的病就是心里头有预机 您就容她排排戏看看戏 走走神 对她的病情总归是有益无害啊 就请太太准了她吧 就是母亲 你总说我糊涂 可排戏的时候一点不糊涂 你和我住口 君儿 真像你说的 其实我打心里头 还真就是为了你 你俩刚成了亲 她就搬到外头来住 整天不回家 这 这像什么样子吗 儿媳多谢太太 可如今宝琴既是病着 她有这个舒解病情的法子 儿媳的意思 就先由着她 等她的病好了 儿媳立刻就催着她搬回去 到那个时候啊 不用太太说 儿媳自有让她偿还我的法子 好 我就知道 你是有法子的 那好吧 太让人认识你 推 Kund 保佑 对 做事 以前我向着你 自有我向着你的道理 可是如今 你我新婚 你倒整天在外头给你的林妹妹招魂 我若还是向着你 岂不是 我自个儿太不自尊自重了 所以 我刚才对太太说的那些话 其实 倒是为了我自己的脸面 跟你没什么关系 薛姐姐 薛 薛姐姐 我只要把林妹妹换回来 我就回家 林妹妹 你快回来吧 你若是还不回来 我就把所有的姐姐妹妹都得罪了 赶快回来吧 赶快回来吧 平儿 平儿 太好了 总算看到你活过来了 是哪个都市 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是你救了我 不是我 还能有哪个 你如何知道 我要去那里 起初我还真不知道去哪找你 不过就那么一会儿 我突然想到那回 我听到你跟枕霞一起吟诗 冷月葬花魂 我深深地记住了 再也忘不掉 所以那婆子说你竟然丢了 我就想到你会去那里 真是我的知己 立刻就想到 我会到哪里去死 若不是知己 不仅想不到 根本就不会那么想 可我既是想到了 我自然就会蹲死 周迟 林姑娘的衣服 周远 周远 幸亏我去得及时 救你上来时 你看样子像是死过去了 可我知道 你不会死 你下手救的我 我知道 你太爱干净 所以 我就亲自下了水救你 我的衣裳 带回来了 我赶紧把你弄回来 好救你的命 多事 我说你多事 就是多事 可你的命能捡回来 也着实不容易 你身子太弱了 我这里的药 差不多都用上了 你不必摆你的好 我没想谢你 我也用不着你谢 出家人 没有见死不救的 没想让你救 那就是 冥冥中自有天意了 怎么 你不问问她的事 我已经是私人了 谁的事 都跟我一样 我没关系 禀住持人 秦儿也请见 知道了 是 那你是先不见她了 不见 不见 我永远不会再见的 那我见了她 我怎么说 反正我死了 随你怎么说 都与我无辜 如今除了我这里 府里人没有人知道你还活着 可宝琴既是亲自来了 我如何还能骗她呢 我死了 她能怎样 我活着 她又能怎样 我还是原来的我 可宝琴 还是原来的宝琴吗 我既不是原来的我 那我活着死了 对她又有什么意思 先缓缓再让她知道也好 听说 她近来更疯痴了 若是知道你还活着 真不知又闹出什么事了 如果您只想要 我 end 包亲 秋桑 崎姐姐 我是来请你帮忙的 祠二爷 如今是有家室的人 不论什么事 家里头都会有人帮着 怕实在运不着我们了 家里头 祠姐姐说的是薛姐姐 哪个还能称她薛姐姐 现在 该尊称秦二奶奶才是 这几天 还真不是你一个人这么说 薛姐姐 秦二奶奶 难道是两个人 他俩呀 若是有什么不一样 怕是没人比你更清楚了 其实这些日子 我也没怎么见着他 怎么会 听说那天新房那边好热闹的 听齐姐姐这么一说 好像是有那么一处新房 可我没怎么住 薛姐姐更是没住过一天 那你住哪儿了 林妹妹那儿 你怎么住在林姑娘那儿 那天我林妹妹回来了 你可不能告诉她 回来 她不是 走了 林妹妹走了 也没告诉我一声 我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 这几日我就住在她那儿 就为了能在梦里见到她 好知晓她的去处 千山万水 她走到哪儿 我都会去找她 你可见到她了 在梦里 没有 妹妹定然是受我气了 偏偏要躲着我 藏起来 让我找不到 那你为何又找到我这里了 我 我怕林妹妹她走错了路 走到了冥府 妹妹是仙女 阎王爷不会收留她 可阎王爷不知道 妹妹嫌阎王爷长得丑 不爱搭理她 她一生气 把林妹妹留在那里住下 也说不定 所以我想告诉她 把我林妹妹给放回来 可你如何跟阎王说 就是说了 阎王又如何会知道 齐姐姐不知道 可林妹妹是知道的呀 牡丹亭里的戏呀 有一折 叫明怕 说的就是那戏里的人 到了阎王那儿 阎王又给放回阳间的事情 我呀 就想把那戏里边 那个人 换成我林妹妹 若是她真走到了冥府 阎王看到了她 定然就像戏里头一样 把我林妹妹放回来 这么说 演的冥府 那里都能见得着 这就是我 这就是我来请姐姐帮忙的事情呀 我 我想把戏台子搭在姐姐的安门外 我这边演着 姐姐一边就使点法术 把戏里头演的这个事情传过去 这等事 其实连我自己都是不信的 可我信 家人 要见 这些事情 即使 让这是 什么 人 完全 有 你 没 还 看 你 一定 不过是印证你的话 我是个多士的 可我也要让人们知道 我还真是个有道行的 他在这里演戏 我在这里施法 让阎王爷把你给送回来 这不 我还真是个有道行的 你还真就回来了 从此以后我就是齐大仙 人们还不把金子银子啊 都往我这里送啊 真没想到 齐姐姐也是个势力的 我就势力了 我既救了你 你拿什么来回报我 量你也没什么 自个儿连点嫁妆都拿不出 还不就因为这个 你进不了人家的门 你救我做什么 你救了我 便要来欺我 好好好 我不说了 我不管 他就是来演戏 你也不能告诉他 我还活着 好好好 我不告诉他 你是死是活 日后你亲口对他说好了 不成 你就是施了法 我也不能活 这可就显示不出 我的佛法高强了 什么佛法高强 装神弄鬼罢了 真是没用 要你去办个事 就这么难吗 不过使些银子罢了 如何就办不成 讲秘密啊 我是拿着银子去了 可那边管事的 真是不好说话呀 他不好说话 银子是我的 你尽管去使 只要能救龙儿出来 多少我都舍得 你还不快去呀 行吗 快去呀 我再去试试 夫人 好家伙 还真没见过你这样过 还不是柯儿 要救我龙儿的命 舍不得花大钱怎么成 可他就是舍不得 我来 我来 其实也就是个钳子 君儿嫁过去之前 咱姐儿俩可是有个协议的 我的好妹妹 你没看我这个样子 我看到了 可我那头的事情 你也得顾着点嘛 顾不上了 我的龙儿杀了人 是个死罪 我这刚把他这死罪 花了二十万两银子 这才弄成个缓 可衙门那边说了 要把他弄出监牢 上下使钱至少还得二十万 好姐姐 为龙儿使钱那是应当的 可咱们两姐妹的约定 你总得顾念些 上回我就说了 我那边若是垮了 这一损俱损 以荣俱荣啊 什么损啊 荣啊 我是一概管不了了 跟你说 我如今上下腾挪 也只有这四十万两银子 如今已经花了二十万 剩下的这二十万 还不知道使出去够不够 你也用不着跟我这儿 花言巧语 想从我这里扣出一两银子 怕也不能够了 你 跟你说 我这里已是焦头烂额 自顾不暇 如今想想 我把君儿放到你家去 原本就是个错误 若是我的君儿 在这里帮我 我还会受这种罪吗 依旧知足无霸 我的好妹妹 姐姐 姐姐 总要有个法子才好 如果实在不成 也只好变卖家产了 要是弄成那样 是弄成那样的 能够出一大银子 甚至无人 此人 不得就是弄成了 花也不赶 解脱了 去 你平时 这事嘛 先要赵天佑同意装死 抓她儿子 可我一直以心 藏匿那笔罪产 容格没那么大胆子 她也不是个敢担当的 恐怕背后支持她的 就是赵天佑 果真如此 她如何会赞成装死 抓她儿子 可真如此 所以老爷要开族人会议 逼迫右大爷 他不同意也得同意 如今 大家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一个死了 剩下的也活不成 咱家大老爷 虽然糊涂不管事儿 可还不至于糊涂到 不止死活的地步吧 我看老爷 可以跟大老爷联手 一起逼迫右大爷 就是让他知道 他今日若不装死 明日就会真死 好 就这么办 他若是捣弹 我就有法子 让他就范 什么 让 让我装死 我绝不同意 是你儿子 吞了那笔李家罪产 还连带着整个家族 让你装回死人 用这个法子 把你儿子骗回来 把这罪产交给朝廷 从此大家就安生了 你还别不知情 是 你等着杀你的头啊 杀好了 我的头拿去 让我给自家儿子挖坑 牵手埋葬我儿子 你们休想 赵天佑啊 戎阁藏你最惨的事儿 你是不是知情 或者 竟是你指使的 好二叔啊 我会那么做吗 我是那么不知审慎吗 那你既不知情 且未曾指使 你怕什么 我 让戎阁回来 把罪产交出来 你岂不就立了大功 到时候我上个折子 给皇上 你或者还能升官 别别别别别 别见 二叔大恩大德 侄儿不敢领受 让我拿儿子的血 让我头上的红顶子 那我还是个人嘛 你别不知轻重 你保你儿子 到时候死的不止你一个 还得拖累我们 我才不管别个 让我出卖儿子 我不敢 你不敢 不敢也得敢 佑大爷真是好胆气啊 好 京堂大人 不敢当 京堂大人请坐 学生不敢 恩师请上座 请 这些日子 有这么一句话 我是琢磨来琢磨去的 却怎么也想不明白 今天特地来请教佑大爷 不敢当 京堂大人不耻下问 卑职愧不敢当 这句话说的是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偏要来 佑大爷 你明白这个意思是什么吧 京堂大人还真是问着了 自从京堂大人奉上誉来我 顺公府查脚 李家最惨 虽说 大人看我二叔的面子已是网开一面 可我顺公府上下 已然是不可随便出入啊 我呢 也只好身居简出 不敢给京堂大人添麻烦呦 所以啊 大人要问的那句话 我还真是好生想过 那就请教了 既然 早晚是个死 与其奴言必息 不如安之若叹 好 佑大爷倒真是个有骨气的 好 其实这些日子啊 贵府上的有些事情 本官也看得明白些了 可这都多少日子过去了 戎歌不见踪影 罪产无日上角 我这个奉上誉专办此案的官员也难啊 佑大爷 您知道我难在哪儿吗 此案蒙皇恩浩荡 也是贤德妃在宫里 封礼为自家父母 为赵氏家族遮阴档羽的功德啊 可让本官纠结的事情就是 既有好荡至皇恩 又有得非因弊 皇上却从来没说过 这案子算了 不必再办了 本官还得在这儿待着 案子还得照办下去 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所以本官渐渐就明白了 皇上的意思就是 既以恩责贵府 贵府必得报恩 若是职人不报 皇上的恩德屡屡落空 恐怕这后果是不会如此美妙 是啊 这意思学生不敢专有 恐怕这后果是不会如此美妙 恐怕恩师您也是这么想的吧 所以当恩师对学生说 想出了一个请君入梦的法子 请幽大爷屈尊装一回死人 把戎阁给引出来 抓住他 审出罪产所在 从此此案一了百了 荆唐大人怕是没想到 这个不赞成者是本人 本官确实是没想到 请幽大爷 请幽大爷 竟是如此不知轻重啊 你放肆 我是皇上钦锋的 侍习三品威劣将军 论品质 你造实非 也不过是个无品的官 你能拿我怎么样 没有亲命 本官是不敢对幽大爷怎么样 可本官今日的所作所为 不过就是出靶子力气 帮着我的恩师和大老爷 请右大爷委屈地死一回 你 你敢 虽说你的官品比我的大 可本官的腰杆子 就比右大爷的硬多了 再说了 你的三品乃世袭而来 手下没有一个官差 说白了不过是个虚险 本官这个无品 倒是实打实的大理寺唐官 就是右大爷也得屈尊叫我一声 金唐大人 所以本官有恃无恐 只好得罪了 来人 你 你们要做什么 在 给我将赵天佑严加看管 只顺公府传本官口训 右大爷死了 顺公府上下大办丧事 不得有无 遵命 走 大伯 二叔 二叔 你怎么不能这样啊 快点快点啊 动作多麻利点 吊咽的人马上就过来了啊 是 好 都快点啊 手脚都麻利点 好 好嘞 来 那边快点 好嘞 张公府张大人到 解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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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 王爷 小安哥 你是怎么了 是小的的伯父佑大爷的 他没了 赵天佑 年龄不大啊 怎么就会走了呢 天一转亮 伯父竟然咳嗽起来 只眼止不住 大夫若是上了肺炎 也用了药了 紫儿子 他已经装了 大夫若是爽叽的 哥 supply 之后 我只能不要 郁岸 去既然哪里 对要羊 得你 哥儿却知道今日也不见踪影 宋依神神说 给王爷保眼的差事 也只好用小池前来 我这就派程儿跟你去